零零绿色隧道旁边有50年历史的古迹台塘小火车 凌晨4点钟突然一下烧起了一把无名火 结果呢全部都被烧成了一片焦黑 里面还摆放着当地农民准备要拿来贩卖的商品 包含了一些当季的这个名产和当季的水果等等 全部现在通通都烧成了木炭了 损失算一算高达千万元 农民们很难过因为年关将近了 他们不知道这个新年该怎么度过 烧着通红的火苗在小火车车厢内到处乱灿 火势延烧相当快速 台塘小火车的18节车厢瞬间被火蛇吞没 烧得只剩下骨架 农烈火势加上风势助长 车厢内堆积的物品瞬间被烧成黑漆漆一片 高温大火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发生在凌晨4点多的这把无名火 把当地居民原本要卖的大量商品烧成焦黑 里头摆放的当季水果全被烧成一颗颗的木炭 农民看到如此惨况也是相当难过 这辆台塘小火车就在绿色隧道旁 是珍贵的历史资产 也是当地著名的观光景点 没想到却被这突如其来的无名火 烧成这副德性损失尽千万 让原本准备开心迎新年的农民们苦不堪言 中天新闻江戴景云宁采访报导